今天我们来到了阳光灿烂的丽江来体验中期改款的红旗HS5 那么HS5在改款之前呢其实它的销量已经非常厉害了 每个月可以卖出一万多台左右 这是一个很傲人的成绩 而现在呢中期改款的HS5无论是它的外观 还有它的配置动力各方面都做了更大的提升 我相信它的优势会更加的明显 新的红旗HS5它的前脸也用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家族式的前脸 就像H9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头很方正 然后大气稳重 包括它它前面呢也用到了这种直铺式的中网 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纵向的这种镀铬 好像像水滴滴下来增加了一种韵律感 还有非意识造型的这个LED大灯 当它一个一个点亮的时候是炯炯有神 很英气的一个双眼 所以这辆车当它的前脸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会产生一种红旗自带的那种自豪感 来到侧面呢你会发现它依然保持一种很昂扬的姿态 我个人很喜欢它前击舱盖这个隆起的这个线条 就让它很有筋骨感 非常的有力量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身的侧面 它是有一个俯冲的姿态的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旗开得胜的设计 就整个的车都非常精神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轴距是很长的 它的轴距是2870 在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当中非常的有优势 那我们这辆车呢配备的是20寸的轮毂 然后它也用到了一个多幅的这种很多镀铬装饰的一个设计 它用的是马牌的一个公路台 应该还有米其林的这种静音胎可以选 然后我们来到它的尾部 它的这个尾灯呢也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为了凸显它的这种精气神 它的尾灯中间依然有一道提亮的镀铬 然后你会发现它下面的排气 也用这个镀铬把它的整个排气孔的线条勾勒出来 坐到车内呢你会发现 它的整体氛围跟车外的设计语言是高度契合的 走的也是周正大气很稳重的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用料也是很和谐 然后这些材质包括座椅的材质 它用到了NAPA真皮的这种技术家 奥坎塔拉材质的拼接 然后包括这个座椅的腰部的承托 它也是有四项的气动调节 而且我觉得这个调节非常的方便 很多越级的车型上都没有它的这个配置 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调节方向盘的一个角度 还有它的实体按键的设计 我觉得也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的空调的调节 还有手动我可以调节它的风向 就在你实际开车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还有手机无论是我的或者是副驾的 都可以放在这边充电 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40瓦的快充 下面还有这种通风口 防止我的手机过热就非常体贴 因为丽江的日照非常的充足 我们今天在路上就有很大太阳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很光亮的这样的饰板 它其实会有一点反光 这个地方其实它的色调我是很喜欢的 如果换成哑光应该会更高级 来到后排 你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还是很充裕的 而且它后排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头枕 我可以手动的来调节 包括它的椅背的角度 我也可以往后再放一点 所以当领导或者是长辈偶尔坐在这个位置 他也不会觉得好像待遇跟前面差太多 但是呢 我觉得当我这样躺着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的这个座椅 你看我这一块全部都是空的 因为本身它的这个腿部空间已经留够了足够的余地了 所以我觉得坐垫如果加长一点可能会更舒服 还有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你看杯架是这种可以隐藏的 如果我们把它打上去坐五个人的时候 水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地台稍微有点高 但是平时坐四个人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还有它的采光 它的视线都还不错 旁边是有一个座椅通风的按键 所以总体说来后排的考虑我觉得还是很周全的 中期改款的HS5呢 它的动力也做了升级 目前它用到的是红旗自研的2.0T直列四缸涡轮子压发动机 然后加一个爱信的8AT的变速箱 就是整体的这种动力输出还是会觉得挺平顺的 尤其是我觉得到中后段它的这个加速更加的轻松 这辆车的NVH表现我觉得在同级当中还是很有优势的 它用了双层夹胶玻璃 然后其实我们还可以选米其林的那个静音胎 我今天一路上开过来 我就觉得整体的这个静音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听歌的欲望了 那么它这辆车它是有BOSE的一个12个扬声器的音响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感觉 氛围马上就出来了 有吗 有度假的心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